如何练拳击 生活中有许多朋友喜好拳击 喜爱这项运动的激情 无外热血与实战价值 还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参与到练习拳击的潮流当中 那怎么才能练好拳击呢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如何练拳击 在练习之前 你将需要 一副防护得当的拳击手套 护齿 拳击绷带 一副跳绳 一顶拳击头盔 可斟酌购买 和一颗勇者之心 第一步 做好心理准备 拳击是一项勇敢者的游戏 勇不言弃 勇不言败 在对抗中战胜自己 战胜强敌是他的精髓 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拳击 才不会浅尝辙止 第二步 准备好必要的工具 如手套 风带 护齿 跳绳等等 看着专业的学习教程或走进俱乐部 从最简单的拳击站姿 拳架开始练起 然后是简单的出拳空击与步伐 增加跑步与相关力量素质训练 打造一副结实强势的体魄 小提示 练习拳击难免会擦伤捧伤或是关节肌肉的扭伤 所以要学习一些必要的急救知识 第三步 学习了初级拳法以后 可以进行相关的手把模拟式干练习 练习出拳的速度以及准确度 训练判断力和敏锐的反应能力 此项需有陪练进行配合 第四步 拳击的不变法则是打人而不是被人打 所以进行针对相关选法的闪避练习 训练敏捷的步伐与身体协调能力 以此达到出色的攻防转换效果十分重要 此项需有陪练进行配合 第五步 进行综合击打训练 在其中感受自身重机的力量 开发属于自己的组合拳法 之后即可步入实战的阶段 成为一位真正的拳击练习者 第六步 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相互学习切磋 可以让自己更快的成长和进步 并且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收获可贵的友谊 小提示 拳击是一项锻炼意志和强身健体的运动 不要拿它视强凌弱 惹是生非 你知道吗 洛奇·马西亚诺是拳击赛场上唯一直到退休 仍然没有败机的选手 他的成绩是49胜0负 曾43次将对方击倒在地